同学们,大家好 近些年的司法实践中 由于毒品取样和保管出现了程序上的问题 公安部相继出台了两个文件 是关于毒品提取、扣押、称量、取样 这个程序规范以及毒品的保管规范 那么毒品的取样和保管对毒品分析至关重要 我们今天就从化学和化学分析的角度 来谈谈毒品如何进行取样和保管这两个问题 那么在毒品取样之前 先要进行毒品的分组 毒品分组按照位置不同 先来第一部分组 那么位置有的毒品在嫌疑人的身上 有的物品在嫌疑人的车上 这要区别对待 那么在同一个位置 我们就要看外观的差别 举一个例子 那毒品有颜色的不同 红的、绿的 有形状的不同 那它这上面有很多图案 图案的不同 那么都是晶体的话呢 还有晶体的大小、晶体的颜色不同 那如果说我们外观上看 毒品的外观上一样 那么如果嫌疑人交代是从不同批次购买的 或者是可能大量参甲的 我们都要单独进行分组 分组是下一步取样和称量的前提 是第一步 在分组之后 我们就要对毒品进行称量 称量必须得有合适的横气 横气又称之为天平或是称 那么横气有这样几个参数 其中第一个就是称量范围 第二个就是精度 第三个是孤独值 第四个是准确称量 一个天平 最后一位毒素就是它的精度 那么这一位毒素呢 也是孤独值 如果要想准确称量的话 是它前面这一位数 那我们以这个天平为例 它的称量范围是小于200克的 它的准确称量是1毫克 这个天平的精度是万分之一 按照我们取样规范的要求 毒品称量时允许的误差在千分之一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毒品量少 那就要选择精密度更高的天平 那如果是制度工厂 缴获了很大量的毒品 那这时候称重你可以用称来进行完成 这个是关于毒品的称重问题 毒品称重之后 我们要去少量的毒品送到实验室进行检验 那么这个少量的毒品就涉及到一个取样规范的问题 取样如何取样 我们要本着一个均匀和随机的原则 那通常来说如果就是一包毒品 如果分量很少 我们就全部取样 全部取样 如果是一包毒品但是分量又大一些 或者是胶囊和液态的 我们要分部位均匀取 那如果说缴获的毒品数量非常多 超过了100包 我们通常有一个随机取根号的整数倍 这么一个包装量 再按照包装物的内容物是液态还是片状 按照这个规范进行取样 所以说取样也是为了更好的检验 取样一定要一定的代表性 送到实验室进行检验的毒品是少量的 剩余的毒品我们要及时保管 那么保管有保管的规范 我们只从化学的角度来谈谈保管的规范 毒品它也是药品 药品就有一个稳定性的问题 那么稳定性受到时间光照 温度湿度和氧气等因素的影响 这些因素的影响作用 使得药品有一定的效期 毒品的保存也有一定的效期 如果你条件改变的话 势必会影响成分的变化和重量的改变 例如我们说海洛因 海洛因见光它会发生分解 分解成单乙间马肥或者是马肥 如果说毒品它是以晶体的 我们看冰毒以晶体的形式存在 它可能在干燥的环境下 会失重重量减轻 湿润的环境下有可能吸潮重量增加 所以说毒品重量和成分的改变 对毒品分析至关重要 今天我们就是从化学的角度 来谈毒品的保管和毒品的取样 那关于毒品的保管和取样 还有很多具体的细节 请大家详细看相关的内容 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